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的确浪姐确实承包了很多人2020年的下方综艺 当优酷推出的与浪姐对表的追光把哥哥也是很精彩立志 该节目在三个月内让21位成熟男性艺人退去现在的光环 重新回到追光学院进行才艺考核分组打磨 重新学习再次出发 老北物认为追歌与浪姐最大的不同 是浪姐一开播就给人惊艳的感觉 大家都感觉到原来姐姐们还有这番才艺 追歌一开始更多的只是惊吓 妄评十字八九都是游腻大叔等流星 然而随着节目的开播 哥哥们也凭借自身的努力向我们展示了努力和毅力的成果 其中相信很多人对成这本哥哥都有着很大的敬佩跟惊喜 这时从开始的被吐槽油腻发福 到后来一星期瘦十公斤 舞台上也是能歌善舞 向我们展示了西热南方民主九五队的光芒 说到陈志鹏哥哥就不得不提一下 上个月他在微博里提到的追光霸哥哥2的新名单 虽然不是节目组的官方推文 但是作为上一届的哥哥 陈志鹏的这份名单应该也是有一定分量的 这个名单可是超厉害的 除了中国的明星 里边还有三位泰国的明星哦 分别是尼昆 麦克 跟 Bangbang 麦克 之前在视频我有跟大家说过了 今天会跟大家说说 Bangbang 那下次再跟大家唠唠迷坤 Bangbang 泰文名叫 Gampin Mupuakun 1997年5月2日出生于泰国曼谷 也是有中国血统的华裔明星 父亲因为吃货早逝 家中四兄妹从手由妈妈独自扶养长大 身高175 血型是B型 是韩国男子演唱团里的Gob7的成员之一 Gob7大家应该不陌生了吧 王嘉尔就是该团的成员之一 还有现在日播的韩剧《恶魔法官》里 饰演助理法官金家温的朴正宗 也是成员之一 Bangbang2007年10岁的时候 在泰国参加Rankover Dance Design并获得冠军 后来被韩国JYP娱乐公司辛康发掘 在2012年上映的电影《追凶》中 饰演刘青云扮演的王伟汉的儿子 2014年以Gob7层面之一正式出道 是团体里的05rapper的可爱当当 2018年他也回泰国参加了义务征兵的抽签 我之前做的泰国征兵视频里 因为同事失误我也没去核查 就以为他是今年参加征兵抽签 事实上那是2018年的资料 在这里对于那次的失误 但是跟大家道歉 不好意思 不过就在今年 Gob7与JYP结束了7年的合约 Bangbang也没有再续约 而是签了Makers 选择了当飞发展 他在采访中表示 未来应该会在泰航两边跑 但主要精力还是会放在韩国 自己在泰国知名度算很高了 到处都能看到自己的广告牌 基本上是没办法自由上街回家 去到哪都会有粉丝包围 但是在韩国的话知名度还不够 现在还能自由上街 所以想继续留在韩国挑战 希望Bangbang小可爱 能在韩国取得更好的成绩 而且这次如果Bangbang 真的是来参加绝光2 凭他在韩国4年偶像练习生 跟7年的男团经历 相信能在节目中一掌十例 掌握不少的粉丝 顺便打进中国娱乐市场 我不欣赏瓜料 我只是娱乐圈瓜料的帮运工 所有的信息均来自各大网络平台 如有金钱请联系本人修改 大家如果有想了解 其他的泰国明星名人 可以私信评论帐幕告诉我 老婆会尽量为大家挖更多的料 关注我点个赞 转发加评论 来跟老婆一起吃瓜啦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